1980年,越南政府集结60万大军,对我国边境进行骚扰 此时对越自卫反击战刚刚过去一年半 对于事战适合的问题上,中央高层难得地出现了不一样的观点 可这时候邓小平同志站了出来,并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 下令让边防部队按兵不动 此话一出,瞬间引起了一片哗然 敌人站在家门口挑衅,小平同志却让军队按兵不动 这其中有什么深意呢? 1980年,第二天一早,尤文静永牵头 越南国防部颁布了最新的军事调令 调遣60万越南军主力驻扎在中越边境沿线上 主要分布在发卡山、老山等重要的战略高地 要知道,在经历过1979年那一场为期一个月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之后 越南军事主力遭受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毁灭般的打击 有生力量几乎被歼灭殆尽 战争结束之后,越南政府疯狂征召18岁以上60岁以下的南兵入伍 军民比例甚至达到了50比1的可怕地步 即便如此也只征召了120万两有不齐的士兵 而越南政府一下子出动60万大军 陈兵中越边境防反中国 基本上是搭上了所有的精锐和家当 不仅如此,越共中央总书记李笋还在此期间频繁出访周边各国 在国际舞台上大力宣传中国威胁论 并且拍苏联的马屁 称只有苏联才能让社会主义国家更加的富强和团结 看他这架势,俨然已经得到了苏联政府的帮助 愿意把越南当作伯列日涅夫的棋子来牵制中国 不得不说李孙雪的时机非常巧妙 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中国一直想要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 再加上当时全世界范围内刮起了经济腾飞的浪潮 中国想成东风而上,大力发展改革开放 抓住经济全球化的契机 到1980年,改革开放的红北蓝图基本规划出雏形 中国迫切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 来心无旁骛的发展经济 就在这个时候越南来了 越南的一系列举动引起了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 刚从越南战场上回来的老将们 一个个磨刀祸祸祸 恨不能立刻冲到法甲山去和敌人拼此道 但是除此之外 在高级将领中也出现了一些不一样的声音 到底是打还是不打 有人选择了后者 中国人是不怕打仗的 从抗日抗美抗法到抗越 但是在这个结果眼上打仗 很多人有些犹豫 于是两方人马争执了起来 就在大家不知道该何去何从的时候 邓小平突然站了出来 他以坚定淡然的声音向全国上下宣布 继续发展经济 让边防部队按兵不动 他的这一决定 让很多人打跌眼镜 邓小平何许人也 像当年刘邓大军声名赫赫 从性格上来讲 小平同志也是一位强硬派 所以当时很多老将以为小平同志 会和他们一样站在主战的一方 面对大家不可置信的眼光 小平同志只是淡然地笑了笑 他镇定地恢复所有人 越南根本不足为惧 这一场 无论他们是出动六十万 还是一百二十万大军都打不起来 我们改革开放正处在最紧要的关头 这个时候不要分心 关于小平同志所说的打不起来这个结论 很多人将心将意 但是很快事实证明了小平同志的观点 从1980年十月六十万大军集结 开始到1980年春节 驻扎在中越边境的六十万大军 就像被按下了休止符一样 根本没有任何动静 倒是在发卡山和老山附近的一些越南游击队们 不断地侵扰中国边境 但他们普遍也都是用炸药火炮等小威力武器 基本上解放军一个班就能够解决掉这些隐患 之前动作频频的越南最高领导人李损 也在这两个月之间突然没了声音 只能在河内对着中国肝瞪眼 那么为什么越南军队不敢进攻中国呢 1980年越南政府集结六十万大军 再次兵临我国边境 可这时候邓小平同志站了出来 并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 下令让边防部队按兵不动 此话一出瞬间引起了一片哗然 许多人都不理解邓公的这个举动到底是为何 然而不久后 越南来势汹汹的军队再也没有了声音 而原本对此满不理解的同志们 无不赞叹邓公的高瞻远主 那么敌人站在家门口挑衅 小平同志却让军队按兵不动 这其中有什么深意呢 这其实主要还是要归功于邓小平同志 高瞻远主的战略决策 1979年2月 国际局势风云变换 本来亲密无间的中苏关系开始出现裂痕 苏联领导人伯列日涅夫发现 中国政府并没有他想象中的那么容易操控 于是他转头找到了新的目标 越南 为了帮助越南发展壮大 从而在东南方向牵制住日益强大的中国 苏联政府向越南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援助 因此导致越南政府滋生了不该有的野心 从1978年年底开始 越南政府接连侵犯东南亚国家 其主力部队不断向中越边境罗洞 最终突破中越边境线 企图占领中国领土领海 此举引发了中国政府的强烈不满 于是爆发立场轰轰烈烈的对越自卫反击战 中国人民解放军入越作战 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就打到越南首都河内 当时本着建好就收的原则 中国政府鸣金收兵 就是在这个时候 邓公其实已经预料到了 大战之后越南的态度 他认为越南并不会因为这次战争就乖乖听话 相反的 他认为越南会再次估计重施 不得不赞叹小平同志长远的战略眼光 为了防范越南 在人民解放军撤退的时候 他向许师友传达了三个命令 其中最重要的两条 一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撤退途中 要摧毁越南所有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二是要带走所有中国援助 越南建设的机器设备 紫金 产品 如果实在带不走 那就全部毁掉 努力做到 不给越南留意专一瓦 许师友将军 照着小平同志的意思 一字不落地执行了 在从越南首都河内撤退的途中 为了防止越南军队跟踪他们 许师友让士兵们边走边在地上埋下地雷 这样越南军如果想要跟踪他们 一踩一个坑 而且地雷爆炸之后 会影响到附近地区土壤结构 让农作物难以生长 与此同时 他用剩余的大炮 轰掉了所有中国圆珠越南建设的医院学校公路等基础设施 让已经有点国际风范的越南瞬间恢复到一片废墟 据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越南老兵回忆 当时除了没有被攻陷的首都河内以外 其中大部分中小城市都被打成了原始模样 而千里亮山被轰炸的一间平房都没有 直接被移为了平地 当时很多人反对小平同志和许师友将军 这个近乎残忍的决策 但现在看来这才是他们军事家的长远眼光 正所谓磁部长兵 幸好人民解放军在撤退途中损耗了大量的越南国力 在一年半之后的1980年10月 60万大军陈兵边境的时候 小平同志才有底气说 这场仗打不起来 战争结束之后 越南政府并没有痛定思痛地恢复国力 发展生产 而是更加疯狂地陷入到了战争的洪流之中 他们急于向苏联政府展示自己的可用之处 于是连续不断地在东南亚地区滋生事端 这直接导致越南政府财政收入濒临崩溃 为了支撑国家频繁的军事行动 越南政府不得已向世界各国争取贷款 但贷款这种事情风险与利益并存 从经济上看 越南国内根本没有完整的工业体系 支撑不了一个强大国家的发展和运作 从政治上看 越南离损政府在美苏之间摇摆不定 并没有一个坚定的战略立场 从军事上看 越南政府在对于在反击战之后的军事行动中 一直处于劣势 基本没有逆逢翻盘的可能 如此看来 贸然下注越南政府能得到多大的利益尚不可知 但是其风险却是非常的大 因此即便离损反复有水 其他社会主义同盟各国 也只是看在苏联的面子上应付一下 基本上没有国家敢贸然贷款给越南 都怕竹篮打水一场空 由于长久得不到外部的经济援助 从1979年到1980年 越南国内的人民连基本的温饱都难以实现 全民保持着极低的生存底线 国内阶级矛盾异常尖锐 在这种情况下 小平同志判断 越南军队根本不可能贸然发动进攻 也是合情合理 而且从中国自身来看 改革开放也的确到了关键的时刻 南方经济在小平同志的规划之下 从复苏到腾飞很快要追赶上国际社会的步伐 这个时候的确不适合发动大规模的战争 打乱经济发展的步伐 况且越南国内动乱不断 如果再次爆发中越战争 离损政府恐怕要用国际矛盾转移国内矛盾 这不是帮他人做假一吗 在小平同志的指挥下 中国政府完全按照本身的发展节奏 本中有序地推动经济持续发展 从南方到北方 从经济特区到沿海开放城市 再到内陆城市 由先富带动后富 促进全国范围内实现全民温饱的飞跃 1981年 改革开放朝着健康稳定的方向发展 党中央和中央军委 终于有时间有精力去着手处理中越边境问题 此时越南在国际社会上的处境 相比一年之前已经更加尴尬 首先 离损政府打着苏联政府的幌子 陈兵60万名黄黄地威胁中国 却没有得到中方任何的正式回复 直接让国际社会笑掉大牙 其次 越南政府的攻击力濒临破产 基本上无法得到大额贷款 导致越南国内恶票变业 饥荒不断 然而 在经济 政治 外交的多重压力之下 越南政府变本加厉的 在中越边境采取军事行动 他们采用当年在中国学习的游击战战术 不断地用小股兵力侵犯中越边境 当时在中越边境生活的中国边民们 晚上都不敢出门 因为他们知道 每到傍晚时分夜幕降临 越南就会出动十几个人的小队 扛着长枪 腰上挂着手榴弹 悄无声息地溜到村子里来偷盗财物 要是有人撞破他们的盗窃行为 他们就会开枪杀人 有时候要是偷不到东西 也会用炮火把村子扫射一空 越南政府也只敢用威胁平民的安全 来挑衅中国政府 从始至终 他们不敢向中国的驻军 稍所发一兵一炮 只敢占据着战略高地偶尔发动一些偷袭 之前为了经济发展的大局 人民解放军一直忍耐着 使随着国内经济局势的稳定 小平同志拍板决定 要尽快地彻底地解决掉中越边境问题 于是中央军委迅速制定了 关于夺取法卡山 老山等几个重要战略高地的军事计划 在绵延千里的中越边境线上 冲锋号响彻云霄 边境哨所的解放军战士们迅速集结 兵分多入 向当年被越南军队强行占领的法卡山 老山等八个重要的战略高地发起冲锋 这些解放军都是刚刚经历过 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英勇战士 他们身上保有着在战火和鲜血中淬炼出来的杀气 一张张严肃的面旁扛着长枪短炮 向越南军队逼近 吓得越南军队连连后撤 越南军队虽然号称60万 但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没有上过战场的八把兵 根本不是解放军的对手 况且越南的军火无法实现自主生产 严重依赖外援 其大炮火力总数还不到中国的二分之一 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以重火力进程扫射 打得越南军队根本来不及反抗 就已经丢亏气甲 这场战争断断续续延绵了五年之久 给越南政府的经济和军事带来了灭顶之灾 两国的边境线上流满了越南军队的血液 从此之后保证了中越边境几十年的太平 现在回头再看邓小平同志当年的决策 不得不感叹一代伟人泰山崩于浅而面不改色的气质 更由衷地感叹当年的军事家 政治家们长远的战略眼光 为后视中国的发展和人民的福祉深谋远虑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